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约政府提升西联省供水的举措 已经被纳入第十二马来西亚计划当中 他星期四在西联会展中心 主持州发展协调理事会的会议之后表示说 由于某一些地区的可达性因素 那这个供水提升计划 没有办法在2025年达成 And some we feel that cannot be completed because of accessibility may not be able to finish by 2025 the end of the measure plan but it can go beyond one year or two years because a lot of massive project maintenance in the various campus as well as to make sure that the supply reach the target area 那与此同时 新联省也将实施总共80个项目 那拨款的上限是3亿6860万利级 总理也提到说 一共有34个项目 相当于42%已经完成 12个项目15%还在实施当中 有30个项目还处于在规划的阶段 但所有的80个项目 都将放眼在第12马来西亚计划的尾声 和中期审查的时候落实 我们来换个焦点 2023年和谐共享日 是少月妇女儿童及社区 和谐发展部的一个新举措 来庆祝全球每一年 涉及家庭 乐龄 生障人士 以及小朋友的重要日子 德德水法蒂玛·阿布朗拉表示说 这个活动是为了对家庭成员 儿童 乐龄和生障人士 保持同理心 关爱和关怀 所以 secara khususnya Hari Kesejahteraan Bersama 2013 Sarawak bertujuan untuk menerapkan rasa empathy rasa kasih sayang dan keprihatinan diri terhadap ahli keluarga terhadap warga emas terhadap kanak-kanak dan orang kurang upaya juga untuk menggalakkan penyertaan komuniti dalam program keluarga program kanak-kanak warga emas dan juga OKU dan kita juga ingin mencungkil bakat mengetengahkan potensi contoh Emily we managed to discover her during one of the programs that was organized by CatsSN cungkil bakat mengetengahkan potensi dan membina karakter kanak-kanak melalui pertandingan esok kita akan adakan Children Talent Show kemudian untuk warga emas juga ada Talent Show Senior Talent Show dan juga OKU Talent Show dia dihok 2023年社区康复中心 以及社区康复中心 最佳管理奖 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联邦青年女育體育部 以及 刹拉月青年体育籍 企业家发展部 团结运动会 将在11月18 和19日这两天登场 上来月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 的部长 德德斯里安德卡仁表示 这是青年和体育部 第一次举办类似的运动会 来促进联邦政府 及上来月之间的友好情谊 他在星期三主持联邦青年与体育部 以及上来月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 团结运动会的协调会议之后 就说运动会的第一天将举行的赛事 有包括高尔夫,保林球,羽毛球, 英诗篮球和草地滚球 第二天就轮到民间体育游戏登场 包括沙龙足球,吹剑筒,穿大木鸡来竞走 还有拔河对比拉一拉,拔拔本 和许多趣味性的游戏 他也认为说团结运动会的举办 可以让体育来团结民众 也培养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再来换个焦点 陆路交通局是要于分局证实实体驾照 和路税的库存、供应和分配都充足 上了月交通部长德德斯宇李景胜表示 民众可以前往邻近的陆路交通局 办事处来获取实体的驾照和路税 他星期三在美里和陆路交通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就鼓励说年轻人在数码化的过渡期间 通过陆路交通局网站或者是MyJPJ的手机应用程序 来获取电子驾照和电子录税 同时他也呼吁司机们通过MyJPJ的手机应用程序 来下载电子驾照和电子录税 除了可以打印出来或者是直接截屏存放在手机当中 以备在没有网路服务的地区展示给执法人员看 我们继续把焦点转向航空领域的消息 那一旦库航增加从新加坡往返美里的航班 将有望促进旅游活动进而提高周内的经济 交通部长李景胜表示说 本身在今年9月25号和库航管理层讨论增加有关 从新加坡往返古静和美里的航班班次 并在11月24号也亲自致电给库航的首席商务官 陈仁山以了解最新进展 他说陈仁山重申库航2024年的航空计划当中 也包括可能会增加飞往少老月的航班 特别是古静和美里以及开通飞往失屋的新航线 他相信这个举措将可以增加少老月的旅游业和经济活动 他也表示说美里和失屋已经成为少老月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 因为这两地都拥有非常丰厚的野生动物 热带雨林以及和谐的社会氛围 同时李景胜也在文高当中说 马来西亚航空集团旗下的飞银航空有限公司 将从今年11月22号开始开通 每一个礼拜两趟美里往返亚比的航线 那一旦这个航线落实的话呢 将进一步的增强马来西亚和少老月 甚至是其他州属之间的商业 投资和旅游活动的一个空中联通性 那这个举措呢 也将可以成为飞银和少老月之间更牢固关系的一个开始 另一方面 少老月政府将在下个礼拜召开的少老月州立法议会会议上提出 两项涉及碳管理的新法案 少老月能源与可持续环境部副部长拿督哈兹兰就提到说 这两项法案将和电力和环境相关 他星期三在古今出席佛罗州环境大会的开幕仪式上 致辞的时候就说 这法案呢也符合少老月政府进一步加强州绿色能源使用 以减缓全球气温的上升 随后他也对媒体表示说 Badangai水坝的这个浮动太阳能项目已经启动了 今天新闻的最后 带你一起来回顾星期三 由沙州议长丹斯里拿督阿玛莫哈莫阿斯菲亚 为2023年和谐共享日来主持开幕仪式时的现场画面 以上是今天的UKAS法语新闻 想知道更多的新闻资讯 欢迎浏览UKAS所有的社群平台 同时也请你时刻关注UKAS的官方网站 UKAS.Strawa.gov.my 也别忘了订阅UKAS的YouTube频道 来获取更想尽的新闻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